現在您不能不知道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選對顏色來穿衣服 或許能夠減少被蚊子叮咬的機率 美國華盛頓大學的研究發現 蚊子受到二氧化碳吸引之後 對顏色似乎有不同的反應 像是蚊子通常會忽略的顏色 就是綠色 紫色 白色 還有藍色 但是蚊子最愛的顏色是什麼呢 就是紅色 橙色 還有黑色 來看看是為什麼 這邊養那邊也養戶外 最怕被蚊子叮爆 還要小心燈隔熱 最近有國外研究團隊發現 穿某些顏色的衣服 可能更容易成為蚊子的目標 二氧化碳的刺激的時候 它會起來找吸血的技術 比較暗色是它比較喜歡的 比如說黑色 然後就紅色 美國華盛頓大學研究人員 發表在自然通訊期刊上 發現蚊子被二氧化碳刺激後 對顏色似乎有不同反應 蚊子會忽略綠色 藍色 紫色或白色 但會飛向紅色 橙色 青色或黑色 研究人員表示 人眼與蚊子的眼睛 變色能力不同 目前還不清楚 蚊子感知顏色的方式 但通過歸納法可以推論 蚊子受刺激後特別喜歡紅色的橙色等 剛好都是波長較長的光線 人體皮膚所散發的紅色線 也偏向紅橙色的範圍 波長相似 可能有關聯性 另外專家也認為 蚊子會選擇黑色跟眼畫習性 也有關係 在眼畫上來講 這種喜歡暗色的 黑色的 它比較容易生存下來 穿衣服來講 我們都鼓勵大家 穿比較亮色 白色 蚊子靠近你很容易發現 並不表示它絕對不來吸血 因為它聞到二氧化彈 跟人的體味 它就要來吸血了 穿藍綠白也不保證 對釘咬就完全免疫 但這項研究有助於設計出 更有效的防蚊工具 也提供民眾穿衣參考 試試減少蚊子釘咬的另類方法 記者現在周圍節才報導